是有暖包烤 稍稍稍比較好睡 暖包我以前在 以前暖包我都買那個 你們現在用那種 不能黏的 我放在背後 可是睡一睡 它都會跑到外面去 等我冷醒了 我才知道它已經跑到外面 被我踢到外面去 所以我 後來我就買可以黏的 哪一人哪邊貼 我剛剛聽我們的童心講到馬英九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 美國外科醫學會 他們在開那個國際研討會 那麼下午的 喝下午茶的時間 就有三個醫師 一個日本 一個美國 一個台灣的醫生 在那邊聊天 日本這個醫生就說 我們十年前的醫術就很進步了 就可以把一個 國小三年級的小朋友 他車禍 這個被火車壓過去 整個手都壓碎掉了 我們用顯微手術 把它都接起來 結果 十年後他 鋼琴比賽 全世界鋼琴比賽 得第三名 這很厲害 表示他修復得很好 那個顯微手術做得很好 然後美國這個醫生就說 那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五年前 有一個人也是車禍 整個腳截肢 我們把鴕鳥的腳給他撞上去 他奧運得冠軍 那輪到我們台灣這個 那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二十年前 有一個四十歲的人 他也是車禍 整個頭撞破了 腦漿都噴出去了 我們用一個豬的腦袋 給他裝進去 他現在在台灣當總統 這就是我們最近 這幾年生活得很痛苦的原因之一 那麼我常在講一句話 要媚國民黨 非馬英九不可 莫屬 非馬英九莫屬 他現在所做的事情 藍綠通通 不滿意對不對 所以 要媚國民黨 要媚南軍 就是要靠馬英九 所以他 所做的一些倒心逆施 等於是全民 變成他全民公敵 他在罵那個 陳水扁當總統說 紅山軍對不對 那時候18% 他說 你的民調只剩下18% 你要支持 要支手進退 你應該自動辭職 結果他現在剩下9% 那如果陳水扁18%要退下來的話 那他應該要辭職兩次對不對 OK 好 那麼 我今天來講一下 中華民國流亡軍政府 他在台灣 他用了哪六招 就可以把我們 本土台灣人 治理的服服貼貼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講 他利用228事件 有計畫的屠殺我們 台灣的精英 大概有三萬名 那 加上後來的一些白色恐怖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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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台灣的所謂省政府 警務處 統計過 有戶口 有這個人 找不到人的 有12萬人 那就表示說 228事件以後 陸陸續續的 追捕 大概有 台灣人有 大概12萬人 好 那麼這些精英 就是可以 領導 抗 抗 抗爆的這些 人 就他的頭腦 有領導能力 在地方 是 一個 頭人 一個 地區的領導人 那麼這些人 如果串聯起來 一定可以把國民黨 推翻掉 所以他 要來治理台灣 他一定要先把這些 經營處理掉 先把人才處理掉 好 第二個 就是搞垮金融與經濟民生 第一個 把你們的 有錢人 通通變成沒有錢 好 你要抗爆 你要召 召集一些人來 配合你來 抗爆 這些人來 要吃 要穿 要有武器 那這些都要花錢 好 他先把你的經濟搞垮 而且 讓你經濟上 民不聊生 你所有的人 就為了 吃三餐 就要努力去 工作 就像我昨天講 很多人 台灣沒有意識的說 誰執政都一樣 我一定要去上班賺錢 我才有飯吃 好 他當時候 就把台灣的一些 油、米、鹽、茶 這些民生物資 通通收刮 然後 運送到 中國去倒賣 到上海去倒賣 有一些是 去支持他們國共內戰 所以台灣是 一年有三收 有兩劑是收稻米 有一劑是收雜糧 竟然弄了台灣人 沒有米飯吃 要吃那個地瓜籤 要吃地瓜 要吃那些雜糧 好 你光忙著去 把你的肚子填飽 你就沒有力量去抗暴 去參加示威遊行 所以很多人 雖然他日子 被馬英九弄得過得很辛苦 你現在叫他說 我們去台北 凱德格蘭大道抗議 他說 我哪有時間 我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哪有時間 去跟你們去抗議遊行 他就是用這樣 所以你現在發現 民進黨都不太敢 股東說 再去凱德格蘭大道去抗議 因為 民進黨本身也沒有錢 老百姓也沒有錢 再去交那個五百塊六百塊 好 再看下一個 好 他把大地主變成小地主 大地主也是地方的一個士臣 一個頭人 很多電容要去幫大地主 種田 好 這些人也可以 在當地呼翁換旅 他用 土地改革政策 美其民是土地改革 山區屋 撿租 有沒有 庚者有齊田 把大地主都變成小地主 他也沒有力量 再招呼一群人來抗暴 OK 那麼他 當初 我們現在說 他那個 國民黨的那個土地改革政策做得很好 好 那當時 他在中國的時候 中國 中國那麼大的地區 他為什麼不去弄 庚者有齊田 山區屋檢柱 因為來到這邊 這個土地不是他的 反正被人的土地 愛怎麼規劃怎麼弄 OK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這個東西你要給他大謝八塊 都 你自己都不會痛 對不對 再來 就是白色恐怖 屠殺菁英後 還繼續用白色恐怖 你如果 講話 沒有合當時候的政策 違抗國民黨的利益 政策的話 你就會被抓去關 或者 搞不好有殺生之禍 所以 造成後來 老一輩的人 對我們 小孩子講說 小孩子有 小孩子 有耳朵 聽 可是 不能用嘴巴講出來 就是保持 堅默 沉默 不要胡說 比較沒事 所以 很多人 好比老師 他講歷史 如果講到真的歷史 被查到 這個老師就不見了 都不可以講真相 只能 講國民黨要你 講欺騙的話語 來欺騙我們台灣人 利用白色恐怖 讓台灣人 都 驚肉寒慘 都不敢出聲音 有意見 都是 自己埋藏在心裡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台灣人 不太敢發表意見 很奇怪 台灣的留學生 到美國去留學 也是這樣 美國人有問題 就發問 台灣人 老師 叫你起來發言 看有沒有問題 連講都不敢講 被指名了 還不敢講 不像美國人 一有問題 就向老師發問 所以我們台灣人變成 一大群沉默的 像沉默的羔羊一樣 任人宰割 好 再來用敵性反轉 身份錯亂的移民交易 敵性反轉就是說 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民 被改換身份證 身份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變成中國人 從日本國籍 日本台灣人 變成中華民國的 國籍的台灣人 這是一個敵性反轉 日本本來是敵對的 他變成 同一國 日本跟中國是在打仗的 是敵對國 他弄一個光復節 所有的台灣人 都回到中國的 祖國的懷抱 好 這把台灣人的敵性反轉掉了 變成很多人去認節咒戶 去認同中華民國 變成中國人 這是我們身份錯亂 你認同他 你就會支持他 雖然他殺了 你有殺父之仇 可是 你已經被受偏掉了 所以是認 我常講認節咒戶 好 再來用假的民主選舉 台灣人 喜歡做官 喜歡有權勢 台語說 愛情怕死又快做官 當初日本人來台灣 要治理台灣的時候 就有發現這個現象 你只要給他一點權力 一點聲望 他就非常高興 這個就是被以前大清帝國 中國那邊的思想 儒家思想所影響到的 所以 他用選舉 讓你們來參與 讓你有參與感 是我們同一國的 所以我們才 在一起選舉 好 然後 你用買票的 沒有關係 正義之眼 只要你支持我 國民黨 支持讓我的縣市長當選 好 那你們這些市議員 縣市議員 OK 你要去買票 反正檢察官 警察都不會去查 不會去抓 你盡量買 只要你買到 當選 都支持我 投票 在那個 府院裡面 在投票的時候 就支持我 國民黨的政策 通通舉手通過 OK 你要去搞八大行業 做黑道 都OK 有事情 被抓到了 來到我這邊 我可以幫你 我國民黨 用我的 軍警勤特 這些系統 我替你掩護 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所以 所有的公務機關 都官官相護 然後 假的民主選舉 讓台灣人 認為說 我們選出來的 都是經過 民主合法 自由的程序 選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支持這個政府 其實 這是一個 假的 假公平的選舉 假的 就是說 雖然每一個人都是一票 可是很多票 都是被買走了 所以變成 你去做八大行業 做其他官商國底的事 賺了很多錢 然後把那些錢 再來買票 再漂白 把你的聲論漂白 變成一個 縣市議員 或者省議員 這都是 搞垮我們台灣人的價值觀 變成現在 好像 你只要有權勢 就說 這個厲害 只要 你 你去蓋違建 然後 拆除大隊說 要來拆 你就去找 省市議員 立法委員 去關說 叫上面施壓 給那個拆除大隊 說 這一家不要拆 結果他就真的沒有來拆 你就說 這個 有夠力 值得我們信賴替選民服務 其實這是非法 在國外 然後 在美國 你怎麼可能讓你有違建這種事情發生呢 因為 美國政府從源頭就給你管制了 你這個建築師 你這個裝潢設計師 這個房子要蓋的時候 要暗圖施工 你如果沒有暗圖施工 你有徵建 沒有去申請 你這個建築師的執照會被掉扣掉 你知道嗎 那你看這個建築師 好不容易才拿到建築師執照 他怎麼敢給你違建 所以就不會有違建的事情發生嘛 他不會像台灣 通通用關說的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沒關係就真的有關係 就抓去關 而且房子真的會被拆掉 你沒有合法建造的就拆掉了 所以 台灣 變成一個 中華民國的這些 法律 他所定的法律 是要讓我們本土台灣人去遵守的 不是讓那些難民遵守的 所以你看 所有的法律碰到中國難民都會轉彎 碰到中華民國的高官會轉彎 結果碰到本土台灣人 就是員辦茶辦 小事大辦 那他們是大事小辦 所以你就知道 他用這樣子 這種貪商王法官商勾結的方式 來治理台灣人民 你愛做官的 OK 只要你聽我的話 我就可以讓你做官 好 這個 19 49年6月15號 他用 奉令 就是行政命令 以4萬元台幣 舊台幣 折成1元的新台幣 就是4萬換1塊 這你所有的台灣人再怎麼有錢 你這些商人再怎麼有錢 有能力要抗暴的人 給你最後用這一招 4萬換1塊 所有的台灣人 一夕之間都變成窮人 你如果有4千萬 好像很多錢 4萬塊換1塊 你只變剩下1千塊 那你現在1千塊 一天就花光了 從 你要像我 我如果現在只剩下1千塊 我等一下要坐高鐵回高雄 我可能只能做到嘉義 我就要下車了 因為 現在車票漲價 已經 要1455塊 嘉義我就要用走路回家了 所以變成都 大家變成窮人了 哪有 沒錢買飯吃了 哪有力量去抗暴 去示威遊行 OK 而且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的主權 怎麼看 你一個你要換幣字了 為什麼你不發行你的中華幣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一個國幣 美國有美金 英國有英鎊 法國有法郎 日本有日元 你中華民國你要發行新的錢幣 你為什麼不發所謂的中華幣 用 一塊中華幣來換4萬塊 舊台幣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沒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它不可以在這裡發行錢幣 它只好用舊的換新的叫做新台幣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澎湖的主權 好 這些都是外來種的植物 這些很多就是 像地瓜 番薯 玉米 都是救了很多 早期的 1950年代 40年代的台灣人 可是這外來種都會被灌上一個名字叫做番 番石榴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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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煮菜的油以前沒有弄 台灣不會作油 進口的那些油叫做番茄油 有沒有 外來的都會被加個番 那時候因為大清帝國在台灣治理 所以從外國來的 通通大清的官員都說那些是番 番人在吃的東西 所以都會加個番 代表番在大清的看法就是外國人的意思 所以大清的人 他們說我們本土台灣人是番 他們也把我們當作外國人 從大清內地 中國那邊來看台灣 我們是他們所謂的番地 外國的意思 像荷蘭人 我們就說他們是紅毛番 紅毛 因為他頭髮有點紅色 OK 好 那麼 我們今年 就是 國民黨又重新執政 以前陳水扁那時候買那個太魯格號 有沒有 那一階車廂大概五千塊 跟日本買五千塊台幣 換馬英九執政 他只是換個名字 車廂裡面的設施 沒有多少的改進 可是他一個車廂大概要花一億 加了一倍 那為什麼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要加一倍的價錢 就是他們要 分贓用的 好 那多出來的那五千萬就是要分贓用 台灣就很多錢就是這樣 被亂花被 貪污掉了 而且很奇怪 很奇怪的是 那個太魯格號 做得好好的 你就按照他的規格 這鐵路的軌道 都有一定的規格嘛 車廂應該做多大 也有一個規格嘛 為什麼他們 就會做一個 一來到基隆一下 下船 一上軌道 一開就撞到那個 月台 這表示 大家是只是為了注意在分錢 也忘了說要好好檢測 有沒有按照規格在做 做得比軌道還寬 然後去撞到月台 然後 只好把月台敲掉 敲掉有沒有 所以這個 取這個普悠馬號 這是 原祖民的那個 取的名字 我想說 這個被馬英九搞 應該是叫做普隆公號吧 而且你看這個 它這個造型 我們網友很可愛 這個跟 也是跟外地買的 他們已經給他取個名字叫做 紅面翻牙 翻牙 外國來的 所以 所以 我們要搞清楚 只有台灣人才會真的 好好愛台灣 要把台灣各個事項都做好 只有那個普隆公的 才會亂搞 ok 芋頭 我在講 我們經常講那個 中國來台灣的 逃來台灣的老兵 叫老蚵仔 可是這個蚵仔 是我們本地土生土長的 地瓜才是 我們都公平叫老蚵仔 地瓜 才是外來的 所以那些不要叫他們叫老蚵仔 要叫他們 辛韓吉 所以 真的台灣人蚵仔韓吉搞不清楚 把外來的叫做蚵仔 我們土生土長的 我們叫韓吉 這錯誤啦 ok 好 那麼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講到這裡 好 下課 休息十分鐘 ok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 下課